接下來歡迎 黑衣麗石的檔案 給小胖脫口秀界的陳其真 再一個掌聲好了 好 大家知道這個 風火秀通常都是一些虛構的劇情 不要太在意 我剛剛在台下研究了很久啊 幫我看有沒有看得錯 你看這上面寫笑杯 應該沒錯吧 啊怎麼變分手了一台 那不行啊 沒事沒事 我真的沒事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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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沒事 問大家應該有看新聞嘛 陳其真劈腿嘛 奇怪還敢自稱陳其真 又一整兩場 第三場 幹嘛啦 是不是想過我是在想段子 那想一下 想一下 沒什麼啊 這怎麼想都是老二段子嘛 對不對 怎麼想都是老二段子 想一下老二段子 我之前有個段子呢 這個經典的段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要跟大家說一下我的近況 我要看一下我的近況 有一個好消息跟一個壞消息 先講壞消息啊 就是呢 我有一台重機 重型機車 就是呢 停車隔在這裡 然後我停在 停車隔後面 你知道嗎 然後有一台很破爛那個什麼 Q毛 那是停在前面 那現在前面我就停在後面 等一下就抄他 我有台重型機車 然後每個週末我都騎他去遊山玩水 可是壞消息就是 他兩個禮拜前 被幹了 排氣管理都是精益 好 沒事啦 沒事 講壞消息 講壞消息 好 我雞雞的燙傷已經好了 大家就知道我都想只講這種笑話 我都研究這幹我怎麼了 我怎麼了 我不知道我再怎麼了 只是講這種笑話 然後怎麼我腦袋以前到底是怎麼 怎麼怎麼做 怎麼會這樣子做人那些事情 這樣子 然後我說怎麼了 我在研究我的腦袋 我想說 為什麼我只想不到黃色笑話 然後後來就從心理學發現 原來呢 人的這個腦袋呢 都是從他以前的生命經驗塑造而成的 所以呢 我就去想我的生命經驗 就從我現在生命經驗呢 想想想想 挑過一段 挑過一段 想到我小學的時候 我小學的時候 我小學的時候 我最喜歡講黃色笑話 大概五六年級的時候 高年級的時候開講黃色笑話 那時候呢 我就喜歡做一種動作 就這樣子 比一圈圈 然後再一根有沒有 在學校 你走來走去 大概就一直這樣子 然後這樣走的 走的時候呢 女同學就會超生氣的 女同學就會超生氣的 然後你跟老師講 老師就超生氣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啊 因為以前沒什麼性教育嘛 對不對 我想 幹這什麼啊 這不是挖鼻孔嗎 我小學生我根本不懂 挖鼻孔 還是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黑洞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穿越宇宙的 一個老二嘛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其實以前沒有性教育 我根本不知道啊 我有沒有看過A片啊 那女同學老師就有生氣 她沒有看過A片啊 我不知道 她沒有看過 所以她沒有生氣 老師就只給女同學看 她們給我看 然後她們很生氣 然後她們很生氣 然後我就想說 幹 莫名其妙 因為我以前真的是不懂 可是我看她們的反應就很好笑 所以說其實這種有關於這種 有一點色情的東西 真的太好笑了 而且以前呢 我還有一個印象深刻 以前不是有那種 拆燈謎嗎 元宵節的時候 現在還有嗎 元宵節的時候 以前 哇那公所就會公園搭一個台子 然後後面就貼很多燈謎在後面嘛 然後主持人就在那邊 欸欸欸欸 鄉親朋友啊 我們現在來拆燈謎 喔 拆中的有送獎品的啦 好不好 來來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燈謎喔 你們來猜猜看喔 拆中的獎品喔 來 這一題啊 有一個這個 小小 軟軟的東西啊 欸弄弄弄弄弄弄 喔呦 喔呦 變成又大又長又硬的一根啊 喔呦 最後還弄到嘴巴了 這是甚麼 猜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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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 沒有人知道啦 好啦 那我公布答案就是油條啊 然後台下的人就這樣轉 哎呀是油條啊 我剛剛什麼都沒想到 我剛剛一個答案都沒有出現在我整理 什麼答案我都沒有都沒有 就跟你們一樣你們剛剛就 你們都想老話都不想出來 我都覺得這種太有趣 就是有關於這種澀澀的東西 就我從此以後只想著出那種那種東西 那這樣就同時壞掉 而且我大雕博士做表演到現在 已經撐了十年了 已經撐了十年了 說實在撐很久 撐十年我有一個最大願望 就是希望撐到哪一天 真的搞不好很曬真的紅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這可能了 但是萬一我真的紅了 我就要做一檔電視節目 叫歡樂製作心 那種猜題的節目啊 我就說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雕博士 今天又要來挑戰我們這個題目了對不對 我們準備了高額獎金 請問今天來參加這個來賓 您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我們馬上進行第一題了 好第一題了 在這個情人節的時候 這個男生都會送女生 一根東西喔 長長的 女生都很喜歡喔 這一根女生很喜歡的東西是什麼呢 花 恭喜你答對啦 這是花 恭喜你獲得一萬塊的獎金啊 請問接下來要不要挑戰第二題啊 第二題的時候答對了 就有十萬塊的獎金喔 但是如果答錯了 獎金就要沒收喔 你要挑戰嗎 好 好第二題了 第二題啊 這題目就是 有一根這個東西啊 欸 上面有毛的耶 欸這根硬硬硬的這麼毛的東西啊 放到嘴巴 那個 流出白白的 喔 這是什麼呢 鴨酸 恭喜 啊 啊 對啊 實際觀眾朋友 小張林榮秀啊 哇 那接下來一定要挑戰我們第三題了 第三題獎金獎是一百萬元啊 好第三題呢 這個題目馬上獎啦 好第三題呢 題目就是 這個小小人的東西 欸 又變得又長又大又硬的一根啊 最後放到嘴巴裡面 請問這是什麼 呃 我知道 油條 各位觀眾們 非常棒啊 恭喜你 答錯啦 哈哈 答案是 老二 啊 那是老二 本蛋 啊 而且前兩題的答案 也是老二 我沒有主持一集這樣子 我就退休 我這實際上都舉行到一集 哇 也這一集啊 不用第二集 第二集觀眾來 欸沒有題目我知道 老二 哦我知道 鳳華民國第五任聰 老二 這個唐朝聖你白稱為什麼 老二 那PHO秘書長 黑人好餓 全部都好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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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這心願講 好 舒壓 舒壓 講點溫馨的 講點溫馨的 大家知道呢 這個 我在聽的呢 認識我女朋友 一位勇敢的女性 給他一個掌聲好不好 好 呃 是 剛剛小胖講完段子之前 還是女朋友 所以 這樣我來修訂 這樣我來修訂 然後 因為我現在用聽的就去 交女朋友去 用聽的超讚 一直跟別人分享說 你要用聽的 用聽的是現在交友最方便的方法 不要再什麼請人家介紹 什麼朋友的朋友 什麼路上搭訕 這都太慢了 因為聽得上 你就一直滑 就喜歡不喜歡 然後一直配對這樣子 然後去跟人家聊天 這是最有效率的 然後我還跟人家講說 你要怎麼用聽的 因為我在用聽的上面 也是用了一年多 才交到女朋友 那我前面都在摸索 就是很難跟女生配對 聊天這樣子 後來我就發現了一個訣竅 在座的男性聽好 單身男性聽好 要怎麼樣設定你這個聽的 就是你要把你的優點表現出來 但是你又不能表現太明顯 你表現太明顯 女生覺得說 這男生很自大 因為很多男生 他們有在健身那一種 你知道嗎 健身那種 他們都把他們健身的那種肌肉罩 有沒有 上半身肌肉罩放第一張照片 女生看到就覺得 你自大 你自戀 我跟你講絕對不能這樣 絕對不能這樣 像我自己稍微有在運動 我去把我的肌肉罩放第二張 第一張放屌照 然後我自我這張會寫說 我老二超大 瘋狂陪對 我跟你講 瘋狂陪對 瘋狂陪對 女生超愛 超愛一直訊息我 主動訊息我 哇你好幽默 你好幽默 哇你這樣叫大 好像好幽默 好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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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一直跟我朋友分享這種 我朋友啊 一些單身男子啊 死肥仔什麼 我就一直跟他分享 我就跟他分享 然後 我就跟我朋友 他是一個死肥仔 我跟他說你要怎麼設定照片 什麼自我介紹 什麼女生聊天 然後他就 好好好 然後跟他講兩禮拜 都完全沒動作 然後這時候我才知道 這個大可還需要的呢 大可還需要的呢 不是用聽的 是我帶他去嫖妓的 真的 因為大可就是一個死肥仔 還沒死啊 肥仔 就是一個肥仔 就是沒有兩性接觸的那種 因為你要男生真的要跟女生有過這種 親密接觸才知道怎麼跟女生相處 才有那種感覺 才有那種動力 完全不會去用聽的啊 所以我覺得 因為這個是以前一個學長跟我講的 我跟他講 我啊 我有另外一個黑歷史 我從來沒有在表演裡面講過 我來講給大家聽 就是以前學長就跟我說 你一定要先去嫖妓 你一定要先去嫖妓 在我18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是個小住男 然後我就知道說 要先嫖妓才能跟女生相處 所以那時候我就裝了3000塊的口袋 剛上大學 然後週末的這個晚上 就在西門町那邊亂晃 因為西門町很多元嬌妹嘛 對不對 然後就很晃 晚上10點多 我那時候10點多有點黑喔 我以前西門町沒有現在那麼熱 然後就在那邊晃 然後這時候就會有阿伯出來 那是阿伯 不是元嬌妹 我說幹我幹我幹我 我沒有 阿伯 就是阿伯 因為元嬌妹都在他們工作的地方 然後阿伯就皮條課嘛 出來拉課 然後我就這樣 我就在那邊遊蕩 然後阿伯就看到我 然後阿伯就看到我 好來看看有沒有警察 欸 年輕的 要送一下 一條課 神經怪也在 神經怪也在 都要給他 我就跟阿伯走 然後你知道嗎 西門町我們平常都去那個什麼 電影街拉 什麼萬年拉 什麼在大網路上 可是你們又走到西門町 有一些那種小巷子 我不知道西門町 小巷子有那麼黑的小巷子欸 那你又怎麼那麼黑啊 然後他 而且不只是巷子 他是走到巷子 又走到巷子的巷子 又走到巷子的巷子的巷子 越走越害怕 我說 欸大哥啊大哥啊 欸 還要走多久 才當那個元嬌妹啊 什麼元嬌妹 啊你不是要送一下 我要把褲子脫下來 那時候我就知道西門町有元嬌妹 但是不是在西門紅樓的附近 那邊就是一些喜歡小男生的一些人 沒事沒事 喔沒事 就 沒事啦 我 忘記忘記 所以我後來都跟人家說 你要趕快去嫖妓 趕快去嫖妓 那第一次呢 就 趕快跟大家一樣 不要跟我一樣 不要緊 不要緊 不要現在 不要現在 我現在是一個正常人 我現在是一個正常人 我現在過得非常幸福美滿 但是呢 但是我跟女朋友交往的過程中 我還是常常被罵 是真的 我自己超常被罵 都被罵同樣一件事情 就是罵男生最狠毒的四個字 社後不理 這種男生無法承受之重 就是我們很無辜嘛 對不對 我們很無辜 我們也不是真的想社後不理 可是我們男生就社了以後 就很想睡覺 真的很想睡覺 那種睡意就這樣 就很想睡覺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身體就這樣 就像被那種 被柯南那個麻醉針射到的 柯南麻醉針都這樣嗎 欸欸 現在破案了 啊 那毛利小五郎叔叔給睡著 你 咻 欸 沒事做 啊 沒有真的 這 怎麼辦 怎麼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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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吧,你們有看到那個真摔到小霧藍的那身體的畫面嗎?沒有嘛 對不對,他的重量都是每次都用的就好 我覺得女生要體諒男生啦,要體諒男生 但是後來我有反省,我有反省 因為女生他有這種感覺也是很正常的 因為他會覺得說男生好像突然射了 然後就不理他,就覺得有一種失落感 對不對,就很失落,就覺得說 好想我們再抱抱他、摸摸他這樣子 不然很突然嘛,就很失落感 可是,可是,像書店,去逛書店 十點打烊對不對 九點五十分的時候 是不是就已經會放飛玉星的網安群 我們也不是說射就射 我就,欸,我會射,我會射 我們有先講嗎? 有先講嗎? 這樣子還被罵,莫名其妙,這樣還被罵 所以我一直想說怎麼樣才會被罵 不然我整天被罵 後來我想到一招,還想到一招 就在那裡,想到上就很難 complex 啊啊啊 vs 太快射了啦,快射了啦 讓我 不要痛啦 不要痛啦 趙哥 欸不行啦 我願你同樣和我同鄉 這也有個寧靜的夜晚 晚安 晚安 再說一聲 明天見 謝謝大家 我表演以前都非常緊張 然後就在那邊 我要背稿 這樣